您要向中原博禄一位塞德克綜藉的工藝家 他很多年前在台北大林瑞克的法務館當中 看到不就收藏的塞德克團統的後綜 其中很多的綜藉黨友和工藝已經結束了 當時他將這些黨友記錄下來 期待進行無法的製作 不過先說綜藉幾個而已 當時也自己把這種 傳統的綜藉工藝團身後後一代的祖廷 希望可以援助組織的傳統地位 這件事是台大重製的嘛 我們自己又自己做一件 人要向中原博禄綜藉工藝書 四年前跟台台人類學法無關 看到很多收藏的塞德克傳統學宗 發明學宗頂頭所綜藉的導演 不然手法相當得輸 目前也已經是團 當時他就將導演記錄下來 這些研究導演更加 試在中心製作這些傳統學宗 有很多織紋我們這邊都沒有 所以看了之後 我們想說把織紋帶回家 以後可以給部落的孩子看這樣 傳統老人織布這個 可以織那麼漂亮這樣 然後是因為欣賞到它的美麗 而且它不是現代採訪的那種技術 它是用織的喔 從線這樣把它織成衣服 然後還織得那麼漂亮的紋路 然後我覺得那個核心價值觀是它把 過去的審美觀跟文化概念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習慣 還是他們過去 過去部落的流行是這樣子 等等然後是包含在我們製作的布品裡面 部落編集工藝術不斷研究和實際工藝術操作 工藝術認識美 目前已經完成了兩種作品 先說中小事的導演找回來 也因為機會難得 部落其他工藝術和年輕人 特別真來向他學習 希望中衡作成傳統編集體肥和工藝 傳統真正的老人在傳授你之意的時候 有他們的鴨鴨在 他們是不愛不隨便亂傳承給土地這樣 因為喜歡 尤其是當穿上族服的時候 是覺得意義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在做地基的時候很辛苦 然後最後變成衣服的那種 穿在身上是一種感動 他願意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對自己的身份跟認同 是很有認同感 早期賽德克主對編集工藝團修 並不是想要學徒願意教 也他們家不借工藝的計畫都漸漸失團 加上現代作人 願意導致也越來越少 傳統工藝警戒是變臨消息的危機 有心會和傳統編集的工藝術 如今也警戒願意 傳授有心想要學習的少年作人 希望造成的傳統地位 以後不再在法務館裡面再看得到 可以影響發揚 團勝後後代驚順 記者王家姓彩虹報道